有装扮,好,直接就是带走 今天就是在原路去被喝茶的呀 你说中国人都没有人权吗?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金装党 没有 没有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的影片跟各位分享过了 今年上海市区很多街道 是禁止代言万色节的角色 或是任何卡通电影人物 或是恐怖的元素 只要有装扮、装容 警方认为、主观的认为 是在Course立刻劝反 劝反不成 上警车回公安局一趟 做个笔录 一两个小时咱们再回去 而更搞笑的是 有一些舔共的台湾人 还有粉红又在洗地了 说中共没有说禁止过万圣节 它只是禁止你在路上装扮 你懂这什么意思吗? 太离谱了 刚刚我台湾的朋友问我说 听说上海不能过万圣节 这是真的吗? 未经许可的状况之下 违法群聚聚会游行 你也不能够齐装衣服到 影响交通安全 造成群众围观 然后影响社会秩序 这样很难理解吗? 怎么就会传承说 上海禁止过万圣节? OK啊! 我没有禁止你过这个农历新年啊 但你不能发红包 你不能放鞭炮 你不能贴这个春联 那你过什么春节? 在玩着什么文字游戏啊? 我没有说你不可以来我店啊 我没有说我这家餐厅不提供饭点啊 但你不能进我这家餐厅啊 你在讲什么啊? 然后他还说你可以去店家里面参加party 但是也有不少中国业者表示 我昨天这支影片也有分享对吧? 表示什么呢? 自己的酒吧被警告 不准举办装扮的party 一旦经发现立刻停止营业 数天乃至数周不等 然后这些中国业者又说呢 但是在街上装扮公安是不会管的 那这些被带走的人是什么? 你看中国业者跟这个洗地的舔贡网红 还有小粉红 都在互相矛盾相互矛盾相互甩钩耶 你们是在什么第三世界第四世界啊?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名被喝茶两个多小时的中国直播组的影片啊 装扮好直接就是带走 现在对这个Cost的定义就是 你只要有装束 有装容 有人在合影 那么你绝对是在过万圣节 对 有装扮 有装容 不可以 如果你们想去大街上 衣服该退退吧 如果是外地的 想要过来来大街上看这个 也是该退退吧 如果你们去欢乐谷和迪士尼是没有问题 之前传闻的那张图片是准确的 除了欢乐谷和迪士尼其他所有 尤其是市里面一些街道 百分之百不可以 御元路 我今天就是在御元路去被喝茶的呀 那个什么平栏不要那个刷平了啊 你这样刷是没意义的 咱们就是说大马路上嘛 大马路上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啊 今年就是这样管也不是完全是坏处 因为今年好像来参与这个活动的人 比去年还要多 去年是勉强维持了秩序 如果今年的人流量比去年更大 然后秩序更难维持和更难控制的话 那这个风险程度就会比去年还要高很多 那你们就可以想象 如果这个风险控制不住 谁来兜这个呢 没办法兜啊 所以出于安全考虑 这个角度是没有错的 有人说我喝了茶思想维度变高了 真的 呆了两个小时 呆呆了两个小时 沉淀了两个小时 对 你看有人不是说了吗 黎泰院就是这样 可以理解因为很早的时候 上海外滩 黎泰院 澀谷 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个 呃 踩踏的事情 它是有很大风险的 都有中国网友觉得他被警察抓之后 他的思维程度变成这个 中共的思维程度 你思维变高了 怎么在帮中共说话呢 他还建立了帮党洗地 说什么是为了防止 黎泰院的踩踏事件 重蹈覆车 那你这样子来说 你不要开车好了 开车会车祸 你不要搭飞机会坠机 不要走路会被车撞到 中国人春节 春运的时候通通不要回去 春运那个人潮更可怕 中共为什么不禁止春运呢 这个人潮跟万圣节没得比吧 你还记得今年好多这个 尤其是湖北那一段啊 洞雨 好多人困在这个高速公路三五天的 还有一个多礼拜的 还要靠那个附近农村的人 卖东西给他们吃啊 怎么不禁止 所以这种一刀切的理由啊 为什么经历过 封城两个多月的上海人 还可以讲出这种话 我非常不能理解 因为担心一个人会传播疫情 给所有人 所以干脆大家一起特色管理 一刀切 动态清理 社会面转移 全忘了啊 这么快就忘了啊 日本也发生过踩踏事件 但是你有看到韩国跟日本 禁止人民上街扮演过万圣节吗 上海人口跟台湾差不多啊 我若是上海政府啊 要做的应该是前半个月 乃至前一个月就做好宣导 多分流 上海这么大 分区分流 每个街道 每个区 上海这么多区 分开举办万圣节活动 然后加强警力跟人流管控 这个地方满了 那你就去别的街道 去这个扮演 没有问题的 不是不准你扮演 是吧 你还是可以扮演 然后加强警力跟志工的路边 宣导伟安的状况 当然这取决于人民术词 那台湾的跨年就是这样啊 许多举牌的工作人员 在捷运站 在这个路边举着牌子 请不要踩踏 请不要推袭 大家排好队 分流 进入 警察也是在旁边避免踩踏事件 不会因为怕发生踩踏事件 就一刀切的禁止人民的自由 是吧 你如果还是这种思维 那就还是没有醒 是吧 我们带大家继续看其他的影片 重大消息 特朗普在上海被安保追着跑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可以看到扮演自由女神的那些中国人都被抓走了 好多包含前面看到那个旺仔精神小伙 这个川普还有扮演明朝服饰的中国人也全都被抓了 是发生什么踩踏事件 所以我真的觉得蛮可悲的啦 这个中共是蛮可悲的 台湾这两天街头到处都是装扮万圣节的人出来 每年基本上都是这样啦 甚至昨天周六还有同志大游行啊 我看报道啊 我印象中看报道是18万还是19万人参加 我去年万圣节的时候刚好就在意大利 街道到处都是药堂的孩子跟各种装扮扮演 虽然这个万圣节圣诞节是欧美的发源地 但有时候一些亚洲国家的万圣节办的活动 热闹程度比欧美还疯 圣诞节也是我19年的圣诞节在节课过的 包含平安夜跟圣诞节当天 我发现这是在过节吗 是哦是哦 布拉格耶 怎么感觉没什么人 原来大家都是在自己家过还要提早下班 大家不想不太想要跑趴 当然有跑趴的人 但是跟我在亚洲看到的那个印象是相反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些流出来的图片啊 许多人也是被带回警局喝茶 还有很多关于圣诞节的词条也是被封禁的 有没有非常搞笑呢 中国人都没有人权吗 是吗 警察随便猜人就可以猜人啊 人家可笑 caller听着问 你们三 garage 我怎么还能为了 很优倘 这游 refers 我因为许多是 你对特性活动 为何智翔 你和来 你只能有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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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